各位網友大家好 繼續歡迎大家留意和收看我們Beyond QL每個禮拜的專題 我是Terence 最主要做主持和聯絡不同的嘉賓 每個禮拜都上來講講不同的話題 我們政治也有、歷史、天文地理什麼都有 如果有留意我們都會發覺過去幾個禮拜 我們都是講關於圍繞住香港青年人的問題 上次請了兩位嘉賓上來 特別是講講香港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你會發覺在整個現在香港的環境裡面 或者很多人都會說移民很多 很多人為了不同的原因離開香港 其中一個我聽到很多的原因就是 其實我自己都無所謂的了 不過我都是為了下一代有一個好一點的學習環境 可能是他不喜歡香港太難逼 或者逼得小孩子太厲害 或者覺得一個比較平靜的環境 他可以學習得好一點 所以為了這樣的緣故 我們特別就專注 講一下其實香港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 特別是我們用了加拿大 我自己比較認識的一個地方和環境來談一下 我們上個星期就已經請了兩位嘉賓上來 就是CZ和Maria 很感謝他們 我們這個星期為了節省時間 就不叫他們又說一次他們的背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麻煩你 看看他們上個星期那一集 就可以知道其實他們是 基本上他們有一點的背景 很簡單 CZ就是一位很正常 或者是一個比較代表性的一個母親 來到加拿大移民 然後就落地生根 結婚 生出兒子 然後Maria也是一個母親 不過她有一個雙重身份 就是她特別在多倫多的教育局 做了很多年的研究員 其實她在她的研究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就會用了她的研究結果 來轉變成一個真真正正的政策 那上個星期我們說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中西方的教育制度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很壓迫填鴨色 這件事是很根深替故的 你信不信也好 總之一說就是填鴨色 為了考試,考試機器 而這裏就很放任自由的 有一個很大的圖畫 就是 在一個很大大的草地裏面 放學之後 就跟父母在土地上都滷地沙 很開心 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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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但是沒有說到其實冬天很大雪的 滾不到地的 不過也不要緊 不過冬天就可以做滾雪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 我明白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圖畫 上次我也說了很多 這次就不繼續了 但是這次我們就想從另一個角度說一件事 其實是很多人都提的 就是我想給大家看一下一個題目 大題目就是今次第21集 吳京吳郭已經做了21次了 今次我們也是說兩個利弊不同 但是在西方的教育 特別加拿大 他一樣東西很強調的 就是說要平等 或者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平等的機會 大家不要排斥對方 因為其實多倫多或者加拿大 整體來說 那個移民是很多的 不同族裔 如果你去不同地區 你發覺什麼人都有 或者全世界什麼人都有 所以他很高舉多元文化 或者多元這件事情 所以他覺得平等是非常之重要的 很簡單作為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在COVID-19的時候 因為大家上不到實體課 那就要網上課 我聽到很多家長 他真的用了很大的氣力 就是要確定那些小孩子 如果家裡是沒有電腦的 或者是沒有網絡的 他是直接給一個 應該是好像iPad 還是其他的電腦 那樣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資料 他直接是給你一個資料套 所以要確定你不會有一個失敗 就是說你家裡可能環境不是那麼好 或者種族的原因 你沒有那個電腦 或者是沒有那個資料 他直接給你 所以很明顯看到 他是很強調平等這件事 就是確定每個人都有一個 正確的機會 那這個是很強調的一件事 那我就維持這個題目 我想首先我要問問Maria 因為中國人只有一個字 就是平等、公平等等 但是我知道在英文 你們在研究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就是其實我們 每個人對平等的了解 那可不可以給少少的了解 我們其實在你研究裡面 說那個平等 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是否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iPad 那叫平等呢 還是 那是什麼意思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少少呢 Maria 你問得很好 因為普通呢 不要說我們華人 其實主流社會 很多都分不清楚的了 但是我們教育呢 以及不知教育的 衛生局各方面 我們經常用一個字叫做Equity 如果普通用平等 叫做Equality 那就平等了 但我們什麼叫Equity呢 那我都翻查 翻譯了 它就叫公平 不過我覺得做一個方法去解釋 給我一個圖片大家看好嗎 那我覺得就解釋得好一點 好啊好啊 那我現在呢 開個圖片出來 大家聽不聽到啊 這個呢 看到看到 這個圖片是很好 我發覺 真的找出來很好 那我們都用著它的部分 首先呢 這個圖畫呢 這個現實 這個現實就是 其實這個社會 特別在西方社會 是一個 所謂什麼叫做 自由市場的社會 那麼就 有些人呢 最重要是看到這個欄杆 那實際上 在現實社會 很多東西 其實是很有障礙的欄杆 那這些小孩子去看球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就有很多資源的 他自己本身的家 或者各方面 有很多東西 言語各方面 那他就看得很清楚 回答了 但是有一些呢 根本是看不到 不過呢 他都有少少少資源 都慢慢看到 但也有真是社會上 有很多人呢 我們有時候 叫做被邊緣化的人呢 無論他是 種族方面 無論他是 能力方面 或者是 那個 那個經濟方面 那甚至 不要說平了 他只是掉下去的 根本他就 沒有辦法 同樣去享受 這個 這個opportunity 比如說剛才 Taren那種的機會 好了 Mate to the equality 剛才說平等了 那平等呢 就知道了 那不如平等吧 每人給一張小凳 那個個都這樣 那這個真是平等 曾經我們早期的省政府 都是這樣做的 就算現在都差不多 就OK 人人都給你一元 人人都給你這麼多 但你發覺根本都不平等的 因為你高的那個 那不需要的 你就擺了一張 這個都需要的 這個你擺了大雞 根本都是看不到的 那其實呢 真真正正 是應該做的 我們叫equity equity 我查中文翻譯 或者用公平 不知道會不會貼切些 什麼叫公平呢 就是說 沒有需要的 不需要給 有需要的 給 更有需要的 就給多些 其實在我們 多仁多教育局 我其實曾經在十幾年 是做過一個 很多好的 project是關於這件事的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說 這個 你看到一個不同處 就是剛才好像Tarence 有個例子 我全世全人類 個個學生都給一個 機器 還是有需要的 才給呢 或者有些會給資料 有些不需要呢 但是最後 有一個圖 我覺得是相當好 只不過這個是一個 理想的社會 和現實可能有距離 就是這件事 不好意思 就是這裏 最好一個社會就是沒有障礙的 其實是不需要的 就是個個都是平等的 是有機會的 同等機會 我覺得同等機會 一起看到波 所以 第二實 這個真的是 根本暫時 在一個 如果讓我說 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社會 是沒有的 現在就是 Between在這裏 是平等的 是公平的 我們在教育 就在這七年八年左右 就特別說得重要些 在我們的省政府 以前沒有說得那麼厲害的 以前就是學育成績好 就是我們做教育的理念 主要理念 到十幾年前 就開始加 我就很開心看到 最後加 是整體的健康 是一個重要的 除了學業 又健康 在七年前 再加上第三個 我們叫Pillars 第三個處 就是公平的教 公平的機會教學 這裏我就可以 很快說些什麼的公平教學 例如 族裔方面 我們發覺有些族裔 是真的 是很多缺乏的 那 資源 家庭的環境 還有 男女 不止男女的 現在是 除了男女之外 還要說是 我們叫做Gender Identity 有一些是 Sexual orientation 那個性取向 加上學生的能力 等等 年紀 所以各方面 都去看著 我希望這個套 解釋得清楚 非常之好 Maria 不如你講出一個理念 用幾種小椅子來解釋 這個真的很容易明白 我知道 其實 Sexy 他都有些個人的經驗 不如你又看看 你不是從一個理論層面 從一個實際層面 你的個人經驗 你如何體會到 在教育制度裏面 他很強調這一種 Maria那種 叫做Equity 是 Karence 我自己 其實都是 邊摸索 邊去了解 我記得最初 就是我小朋友去 低年級上學 我就去學校參觀 看到有貼堂的一幅功課 功課是鬼畫符的 不知道寫什麼的 其實是隨便畫的 我問我女兒 我問我女兒 為什麼這個小朋友 會這樣畫的 亂寫一些東西 她就說 原來她是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自此 慢慢去了解多些 和聽多些周圍朋友的 互相交流 才發現原來在這裏 她的學校 就是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就不是自己 分開有特殊的學校 而是那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都是在一般的 公立學校裏面 一起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學習的 但是因為始終 不好意思打查你 哪些是屬於特殊需要的 在這裏的教育系統裏面 譬如是否智力比較低 那些是叫做特殊需要 還是有其他的 即IQ比較低的叫做特殊需要 還是有其他的 都屬於特殊需要的呢? 她兩種都有的 一種就是智力上的特殊需要 她就會分開她另外一個班房 而另外一些就是 身體上有特殊需要的 但當然在身體上 譬如你說是純粹走不了路 她都可以去 但她的智力是正常的話 她都可以去一般的班房 但是有些呢 譬如可能是她的智力可能都正常 但可能她真的完全動不了 或者真的很需要一個 特別的人去照顧的時候 那他們都會去到特殊的班房 因為她特殊的班級呢 是會有多些的助教 就是助教 去幫她們 就好像剛才Maria所說 就是說 她們有需要多些資源 那是有多些人 去擺去她們的班級裏面 去幫助那些小朋友 不論她是智力 或者身體上有需要 因為有些小朋友呢 據我所知 我有朋友做過的 就是譬如她可能是 控制不了大善變的 有時候也是有需要一些特別的幫忙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 就是教育 就是這裡的學校就會是 將這些的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都會放在同一般的小朋友 是同一間學校 雖然她們上課未必是一定在一起 但是呢 教育 就是這裡的教育部 都是會盡量是將她們可以 有機會一起的時間 都給她們一起的 就是舉例說 如果是她們上一些 譬如不是學術性的科目的時候 去畫畫班啊 或者是 如果她能夠做到的 譬如是體育課那樣 那都會是跟一般的小朋友一起上 但是當她們要做一些學術的時候 那他們就去回自己的班 因為她們有自己的助教去幫她們 這樣 那我就在這件事裡面看得到 就是其實在這一方面 對於有需要的小朋友 和一般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有益處的 因為就是通過這些 大家互相交流的經驗 和他們是學習比斯接納 去做朋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德育上面很好的教育 那我自己都發現 在加拿大對於 譬如你周中 如果就算看到有一些 譬如好像自閉症那樣的小朋友 在這裡的接納是 就是比較廣泛的 就是這些人不會有個奇異的眼光 去看著這些小朋友 那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就是 我的小朋友 就是跟這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一班 就特別是送了禮物 給這些聖誕禮物 送給特殊小朋友的時候 那那個學校的老師都很感動 就是覺得 真的 讓這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都看到他們是得到 其他人的接納和愛護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就是Maria 可能從一個政策 或者從一個 行動 這樣來看 可能未必很完善 因為始終 有這麼多人 是不是 有這麼多學校 但是至少在我自己看 或者我的朋友裡面的經歷 就是 看得到其實 在這一方面 是看到 是幫助到 不論是有需要 或者是普通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 對整個 所謂小數 一些群體的需要 是持一個 接納和幫助的態度 那我覺得是成功的 真的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來看 似乎 士師的個人經驗就很正面了 那麼 從Maria 在一個大局觀裡面 其實 又是否真的做得這麼成功呢 就是等了一開始的時候 課題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人人平等呢 其實 很感謝 士師的這麼積極 或者這麼正面 當然是有正面一面的 其實離開了香港 很多制度太久了 所以 如果你直接去比較 可能你看到 說是好些 但當然 我們作為一個 教育的地體 我們都發覺很多漏洞 那麼 其實 主義力的漏洞 不如我就多賴一點點東西 然後回到這個 我們叫特別教育 特殊教育 那 我可以說 在多倫多 我相信 多倫多市 本身 有色人種 是大部分 反而白人 不是大部分 不要有錯 加拿大的白人社會 不是的 特別在大城市 不是的 但當然有色人種 都分很多種 我們都不怕說 有些人說 Maria 你不要說黑人 不要緊 我們是這麼說的 黑白 但是亞洲 東亞裔 這麼說 其實 這個 為何要強調 為何要不著重呢 就是因為有問題 發覺這麼多幾十年 仍然有問題 根本是沒有處理得到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種族 種族就是因為我們 其中一件事就是 現在說一下 就是黑人 黑人 和原住民 Indigenous 兩個 和拉丁美族 什麼都好 他們發覺的長時間 幾十年 成績 經常都距離很遠 成績很低 甚至黑人社區 他們經常都說 你們多不多 經常都說說說說 我們子女的成績都沒有好 距離入大學率又低 等等如此 其中一件事就是 不停檢討 當然有些人說 你們自己不勤力 但我們也是 不要這樣看 因為他們不勤力 就不是因為他們不勤力 很多時候 這些家庭的環境 是很有需要 很多時候 來自家庭的環境 是收入很低 很多單親家庭 或者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說不完的問題 甚至土著民 你知道 我們加拿大最近 已經發現 挖了幾條這麼多的小孩 他長時間 被真的種族滅絕的時候 令到他一代代 那些家庭 那個心理上 和他沒有了自己的文化 那樣東西 是影響到這幫小孩 我們也有這些土著民 所以他們的學生 各方面成績很低 其中一個就是跟特別教育有關 那些老師就很早 很多時候就發現 他都不行了 那在三年級 四年級 就撥了進去特別教育 這些很多時候 他們就說 你一早撥了他去這些地方 或者一早就去到中學 就說他不讀到大學的科 全部要讀其他科 那他們就發覺 你因為是這樣做的時候 令到他們的機會 進大學 或者機會去成功 是一早就斷定了他們 所以我們在教育 現在一直都說 就是說 如何幫助這些小孩 特別是黑人 或者其他 給他們多些機會 那這個就是 說俗裔 那是不是很成功 其實沒有人敢說成功 沒有人敢說 因為今天直到今天 他們承認自己是未做到 但至少我的好處 至少今天的省政府 或者我們特別多很多教育局 是比較先進一點的 那就是承認 承認我們是未做到 承認我們要怎樣繼續做 那你肯承認繼續做 就好過你 啊沒事啊 個個都很公平啊 這樣 這個是我 很簡單地說出來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你剛才說了 就是那個 前因 為什麼要這樣 那個後果 那就是一個比較 廣闊一點的看法 這一件事 那其實呢 我有一個 相關的問題 就是 因為呢 你要說公平 是不是 那不同文化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宗教 他們都有不同的 所謂對錯的 決定的嘛 是不是 就是有些行為 對於某一些族群來講 或者對於某一些宗教來講 這是對的 有些是 不可以接受的 那 或者在華人的圈子裡面 特別說得多呢 就是 性教育 就是我想 無論是什麼宗教也好 我相信 華人那個始終 那個傳統文化裡面 是比較保守一些的 那 所以當你要 就是要接納 講平等的時候 有很多家長 就有少少 在這方面 就不是很舒服的 就是在一個價值觀的取向 那你說 那又可以 那又可以 就是 我知道這樣說 可能是有少少 有些人不是很舒服的 就是特別的話 有什麼理由一個家 一男一女 才叫做 那我都要很小心 就是叫做正常的 是不是 但是你說不是 現在這個家庭裡面 兩個男也可以 兩個女也可以 那對於很多人來講 無論你什麼宗教也好 都覺得 我不太舒服 就是我怎樣 跟兒女說 那又可以 那又可以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 會不會這方面 都是在 就是當要講 平等的時候 然後這一點 對那個價值觀 又如何處理呢 那我不如問問 我問問 你 我想 在或者你 或者你接觸的圈子裡面 一定有這樣的討論 那其實你有什麼 觀察呢 那好像你說的 就是早幾年的省政府 當它推出這個新的性教育的 就是 curriculum 的時候 的確在華人的圈子裡面 是 那個反對的聲音是很大的 是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要去投訴啊 示威啊 那些這樣 那我自己呢 其實就沒有去參與 那我自己為什麼不去參與呢 就是 我只是純粹個人觀點 就是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那就是 主要原因就是 我覺得 這個是 現在這個世界上面 有一些人 他們是這樣做的 或者他們的信仰 對於那些 就是 譬如兩個都是男士 或者兩個女士 他們 是組成一個家庭 那這個是一個現實 或者他們相信的一些價值觀 是這樣的 那我就覺得 不應該將 小孩子 是 框死 不去讓他們知道 這個世界是怎樣 那 那 我自己覺得 如果將來 他長大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世界是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我怕可能 那個衝擊更大 我反而覺得 應該做家長 是跟那些小朋友 有一個 開放的討論 就是可以對話的 就是 通過學校這樣去教導 有些這樣的情況 那 我們怎樣去談一下 討論 去處理 或者去了解 而不是一關門 說都不准說 那我就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 就是我自己覺得 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所以我自己就沒有特別去反對 那 但是話說回來 你說其實有沒有教導 那 在學校裡面 其實這個性教育的科目 是屬於 健康教育的 就是好像以前 我們小時候 什麼健康教育 那些這樣的一科 那 所以它不會單是教 就是不單是教性教育 它又會教你 就是怎樣挑選食物 那些 那些東西都會教的 那 所以性教育 其實只是屬於其中一個部分 那 如果家長是有 覺得不舒服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選擇 是不參加的 就是那個小朋友可以選擇 你可以簽名 填一張簽名就可以不參加的 但是 在我自己的了解裡面 現在我自己的小朋友 上過關於性教育 那一段 其實都沒有教過 就是剛才說的 那些東西 因為其實都很視乎 那老師是怎樣 就是 教 就是取材什麼 他用什麼角度去教 其實是很看過老師的 那 所以如果這麼巧 那老師沒有教 其實就沒有教到 那 沒有想過 時間真的過得這麼快 只不過是說了 我們原本想說的 第一個議題就是 關於這個公平 平等 是一個很重要的 教育的理念 在整個加拿大的 教育系統裡面 特別是 多倫多這個地方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其實我們還想談的 就是關於 移民的 華裔子女 其實在一個這樣的 教育環境裡面 會公平 每樣事情都似乎是幾好 的時候 其實他們面對什麼 最大的困難和挑戰呢 那 本英就想繼續說下去的 但是時間實在是不容許了 那因為都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所以 唯有就把本英兩集的節目 就要延長到第三集了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下個禮拜 繼續收看我們的每週專題 那我想每一次我都會說回同一樣的話 就是關於我們這個Beyond KOL的每週專題的討論 其實都是代表我們不同的意見 都是一個個人的意見 那特別是Maria 因為她以前在教育局做過 但是她已經退休了 所以她說的都是她個人的經驗 不是代表教育局的官方說話 那樣的 那大家都希望可以有個不同的交流 那事實上 這次有Cece和Maria 就真的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讓我們看到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次的時間真的夠了 那希望下個禮拜你繼續留意我們的節目 有更加精彩關於比較加拿大的教育系統 和香港的教育系統有些什麼不同的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